雙十一购物节结束过了一个月 现在还有双十二档期 双十二优惠不只是你想得到了一般大型家庭 还有像是这种电动牙刷 甚至是刮胡刀还有血压剂 其实现在都有推出优惠 趁这个时候更新电器用品价格更划算 以德国制造的电动牙刷来说 原价要一万九千多变成八千九百九十九元 还有这个品牌的刮胡刀 主打免拆快洗 原本近一万元下刹五折五千块有找 另外还有这款蓝牙手臂式血压剂 售价少了两千元 不只身体护理用的扫电器 年终还要大扫除 南韩品牌的吸尘器 以及清净机清扫系列商品 最高限折一千两百一十二元 冬天到了小电暖器也很行 一千五百九十元变成九百九十元 吃货必备的国烤两用锅也砍一千元 除了家电品牌 各大卖场也有自己的优惠活动 像全国电子 直定冰箱洗衣机五九折起 电视七折起 灿昆全管三星家电五折起 还有机会拿手机跟空气清净机 另外486团购 家电生活选品跟家具 千项商品最低三九折 从双十一到双十二 年底这波买气有望延续 一直到后面的耶旦 跨年以及农历春节 业者冲业机 民众也趁机出就不薪 TVBS新闻 李自永黄凯敬台北仓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